是你在微博上发现了 她跟别的女人的接吻照是吧 对 有一天她约我出去吃饭 然后我特别开心 因为之前 就是她量过我手指的大小 我觉得她是给我暗示 那天能向我求婚 然后我就去了 我等了好久好久 她都没来 然后我打了好多电话 也没接 我当时还担心 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就特别失望到最后 然后我就回家了 回家了 就在微博上发现了 她跟一个女孩亲吻的照片 你怎么会跟一个女孩 有接吻照呢 那件事情我解释了很多次了 有的时候出去应酬 在外面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哪天晚上喝多了 再说了就算发生这种事 有时候喝多 这也很正常的事 你不能总拿喝多了当借口 可是后来呢 什么事做错了 都拿喝多了当借口 后来呢 后来因为这件事 其实我心里也挺愧疚的 毕竟两个人在一起了 我就买了戒指 在我生日那天 向她正式地去求婚 她戴上我戒指之后 你知道她说什么吗 说什么呀 她说她有孩子了 但是孩子不是我的 我没当真 我以为她是拿话来刺激了 能不能别提这事了 这件事不提我 这辈子都过不去 还是要你这辈子能过去吧 你说吧 第二天 人真的走了 戒指扔到桌子上 那段时间我到处去找她 托朋友打电话去找她 找不着 我刚开始还没反应过来 最后我才知道 原来她跟我说的 这些都是真的 那段时间我跟没魂了似的 是这样吗 姑娘 不会吧 思思文文的一姑娘 我今天来就是告诉她 我没有要那个孩子 我也没跟那个人结婚 不是 怀孕是真是假 是真的 我没有要那个孩子 她对一个男人来说 意味着什么 你心爱的女人 做出这样的事情 她告诉你 那不是因为那个事吗 你不先对我那样的吗 我给你解释多少次了 你对我那样的 你先跟别的女孩那样的 你跟我解释什么呀 你知不知道 从那以后我都不相信你 那你们俩就分手就是咯 还纠缠在一起干嘛呀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 可能我当时一时 做的有点过 因为毕竟我还是爱他的 我今天之所以来 就是因为一个爱子 那你跟那位先生呢 其实我心里也挺矛盾的 因为那个人其实挺爱我的 他想和我结婚 但是我知道我心里 一直爱的是他 你爱的是我 你用这种事情来报告我 你回来干嘛 那不是因为你那样 先对我的吗 你都违背了我们当初的论言 我们当初说好什么了 不再出去玩了 以前我们什么样都知道 咱俩就是爱玩的人 后来呢 我为了你 我不出去玩了 我跟所有的异性朋友都断了 工作都不要了 就伺候你 都要变成家庭主妇了 你怎么就不能想想那些好的呢 我每天早上给你做饭 你爱吃什么 我就给你做什么 我特别想知道啊 你心里有他的时候 怎么又跟那位先生好了呢 这很混乱啊 因为我当时 他就是因为那件事发生了 我当时就是 就是想报复他 产生了那种心理 你可以出去玩 那我也可以出去玩啊 你出去玩 所以那天我就出去玩了 不是你有一万种 报复他的可能性啊 你干嘛用这个报复他呢 我觉得这样才 最能让他体会到 我当时的感触 我当时什么心情 所以你就跟别人发生这样的事 实质上是来报复我 你知道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什么 如果是你心爱的女人 这样子对你 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在你心爱的女人 那个还在的时候 你跟别的女人接吻 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兄弟 你回答一下我 我解释多少次了 有的时候去应酬 通常做戏是难免的 咱们两个正是在一起之后 我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有没有说 我们之前是怎么玩的 你应该明白 但是咱们在一起之后 等等等等 那你们之前是怎么玩的 让我们明白明白 平常没事会出去喝一点小酒 我们两个也是在一酒吧 朋友聚会上面认识的 那时候觉得彼此都还不错 就留一电话号码 没事联系联系 时间长了 我觉得这女孩确实是不错 我就会把她叫到我家里 和我父母去见面 然后她也挺聪明的 没去做菜 挺好吃的 当时我心里就想 这女孩要是讨回家做老婆还不错 因为玩毕竟不能玩一辈子 也要成家立业 后来我觉得这女孩不错之后 我就向她去表白 我们两个就正式在一起了 在一起之后就开始相处 相处不错呀 我也跟她说了 在一起之后就不会经常出去玩了 但有的时候工作出去应酬 这是不是很正常的事 可是你先违背了我们动员呢 你是不是好日子过够了呀 你待了一段又出去花天酒地了 就算我出去玩了 吃灰的永远是女孩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你就觉得理所应当是不是 这太无耻了 别人的媳妇就不是媳妇了 我是打个比喻说 男孩跟你孩在一起就玩 你的意思就是 别人的女儿就不是女儿了 别人的兄妹就不是兄妹了 你请我怨的事 你请我怨的那她也是 你怎么受不了啊 这种人该扔呢 比刚才那个还该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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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还正正有词 刚才那个还唯唯诺诺 她还正正有词 俩都该扔 不然呢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她我明白了 挽留你嘛 认错了 是吧 人家要挽留你 让你给一机会 那你来这 你都把她恨成这样 你还干嘛来呢 说心里话我来 说白了也是因为放不下 我就想 让她给我一说法 为什么你用那种方式来报复我 因为你那样对我的 我当初满怀希望的 我就是想和你有个美好未来 我一心想嫁给你 但你怎么对我的呢 那件事之后 我确实挺愧疚的 但是我给你解释了 事情过了多久了 你还突然给我来这么一出 你解释什么呀 从那以后我就不相信你了 那现在你就相信她了 现在因为我觉得我还是爱她 所以我想相信她 不是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怎么就会跟另一个人那 我当初 我觉得我当初确实是不对 我也挺后悔的 那个时候可能是太压抑的 然后整个人就疯了 就才会那样做的 我竟然跟她来到这 想听她一个解释 跟你说白了 如果我不喜欢她的话 我要是来我都不会来 但是我就是过不去这个坎 因为朋友也是劝我好起来 但是我心里很明白 只要我想到这件事情 我心就跟针扎一样疼 那你希望我们帮你做什么呢 小伙子 我现在 就是希望她 我能听到她说给我一个 可以让我自己说服我自己的理由 放不下 是这意思吗 那你说她怎么做 你能原谅她吧 我现在我不知道 说老师我现在跟你讲这么多 我心里都乱得不得了 我问一下 你觉得这事你错了吗 我错了 错在哪儿了呢 我当时不应该就是 采取那种过激的行为来那样包袱她 那件事之后 我向你道歉你自己生气 你说你去酒吧玩吗 你玩吗 你故意在我面前 跟别的男孩子亲亲我我 我也没说什么 她都到在当着你的面 跟别的男孩亲亲我我 你都不说什么的程度了 对 我觉得没发生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这就是冷战吗 可以跟你说白也没关系 平常我们就是爱玩的一对人 其实你没有什么不平衡的 你以前一样花天酒地 你以前什么样 我觉得我心里清楚 那后来咱们两个真正在一起 不管是在爱玩的人也好 总会找到自己爱的 你答应我的 你答应我再来以后在一起 绝对不再这样 别说了吧 让老师们给你们先端正一下 这个价值观 人生观吧 否则你们俩这不是一爱情的问题 你们俩这迷失大发了 来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首先说我感觉 我觉得玩这个词是个特别好的词 是个特别好的字 怎么今天被弄得这么脏呢 就恶心了把这个字给弄得 以后我都不敢说 说陆希老师 陆希老师咱出去玩去 哎呦妈呀 先回答这兄弟一个问题 想不通 为什么会这样 对吧 想认真 结果还遭受了这样的事情 我跟你说两个字回答你的问题 报应啊 原谅不原谅是你自己的事情 以后玩不玩也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只不过最重要一点是 你相信他以后不会再出去玩了吗 我不知道 你相信自己以后再不会出去玩了吗 有的时候应酬是在那边 如果是这样的答案 你们的爱情不是我认为我们应该保卫的这种范畴 我说完了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爱成人之美的 但是听他们俩这一对 我就感觉到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觉得您还可以成他们之美 省得他们祸害别人 他俩都其实说得很清楚 都爱玩 都知道咋回事 大家都因为玩玩在一块的 后来没想到玩玩开始玩真的了 玩真的了呢 还不太容易改变 是吧 还经常到那边还去溜达溜达 这个一溜的呢 这就玩出火了 其实我感觉这个小伙子啊 你看他现在气势汹汹的感觉 其实他心里还是很喜欢他 要不他不会这么在乎 这一页很难翻过去了 我觉得他们俩挺合适的 别再一个人再去祸害一个姑娘 一个人再去祸害一个小伙子了 他们俩是怎么一回事 两个已经完全没有底线的人 想要找回自己的底线在一起 后来发现很多事情不能回到以前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变了 就赵丹老师刚才说的一样 你们两个的问题已经不是爱情的问题 是价值观的问题 谈恋爱之前 先学会做人 你连人都做不好 你觉得什么都可以 什么事都可以 样样都行 肯定会出问题 男生 我个人觉得 有感情的两个人 不是没有感情 男生现在所有的情绪 包括女生之前所有的情绪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我们两个说好 我们要找回自己的底线 突然之间发现 我戴了绿帽子 受不了了 是这种不甘心的情绪 但是 我要说回来 他的问题 他已经公开了 男生你自己平心而论 你确实没有问题吗 你跟他谈恋爱的中间 确实没有出回过吗 我是不信的 摸摸自己良心 在这件事情上 是不是平等 你现在只是不甘心而已 我倒觉得 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以前 做了很多不对事情 现在想把自己底线找回来 说明他们有翻人醒悟的那一刻 既然你们两个人觉得 我现在要回来 做一个好人的时候 可以再给对方一个机会 从现在开始 真正正正的 跟从前的生活完全割裂开 做一个正常人 做一个正常的家族 最后再说一句话 对所有姑娘说 很多姑娘 用男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这是大错特错 你要惩罚一个男人 你可以扇他耳光 你可以踹走他 你可以做所有事情 但千万不要惩罚自己 说完了 很多男人也应该 把这句话倒听一下 不要拿女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但是你不能打女人 徐老师 你怎么看那个事 特别揪心 我觉得他们心智 还是太年轻 做事不负责任 没有底线 每次女孩子 出这么大个事 说实话 都是为了一个报复 那你们之间 有没有真的感情呢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 就像徐老师讲的一样 你看这个事出了这么大一个事 真的出来了 一定会后悔 谁都会后悔 我相信 兄弟 你是不是其实也挺后悔 那天那么去应酬的 如果没那天那么应酬 踏踏实实求了婚了 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一个事 姑娘也一定后悔 但是事情发生光后悔 一定是不够的 图老师 你对他们俩 有祝福吗 我的意见和陆西老师 一半相同 一半不同 相同的是 我认为他们是相同的人 不同的是 我认为他们不适合在一起 相同的人适合在一起玩闹 但只有相补之人 才适合在一起慢慢变了 他们俩不像夫妻 更像是玩伴 两人之前 都有着私混的过去 但是两人慢慢慢慢地 产生了情愫走到一起 他们有共同的誓言 就是不允许 背着对方再出去私混 而体现誓言的方式 是婚姻 但很可惜的是 两人的本性都改不了 两人的本性 共同的本性都是都自私 而体现本性的方式 就是背叛的方式 比如说刚才男生所说的 风场作戏 而且这一顺吃亏的 永远是女人 这是他心目中的概念 所以说他根本没有 改掉自己的本性 在最初两人相约在一起 有共同誓言的时候 不过是暂时信任 因为可能真是有爱情 冲昏了彼此的头脑 暂时这种所谓的甜蜜 可以压抑住自己的荷尔蒙 但是久而久之之后 就不甘心了 所以他才会有了 所谓的风场作戏 甚至他还真正有自 认为这没错 女方也是很自私 她也从来不想 别人的这个伤痛方式 如果最初他们俩之间 不是彼此之间互相结合 而是找了一个 能够绑住自己视野 能够遵守自己视野 同时也能够引导对方 能够很好地珍惜爱情的人 或许他们能够走回头路 但是通过这样的事情 包括今天的三段 还有第一段 都是通过用伤害自己的方式 来报复对方 所以我想说的是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 相爱容易 相处难 相处容易 相信难 相信容易 相量难 相信是最难的 但是包容对方 又会更难 所以还是那句话 夫妻之道 忠书而已 要忠于自己 忠于对方 要宽恕对方 宽恕错误 好好的考量一下 真的逢场作戏就可以吗 真的就可以拿这个 做报复的手段吗 真的伤害的是他吗 是这段感情 还是自己呢 我觉得倒是一个好事 生活不怕出事 怕出了事之后 不很好地去解决问题 你心里还有他吗 你还爱着他吗 你心里还有他吗 你还真爱着他 还是说我报复完了 或者说那个男人 不要我了 我没有退路了 我把你当成一个备胎 我又回来了 这个我们都没有深究 你们心里应该非常清楚 到底是什么 如果今天在这儿 你们愿意宽容和原谅 让对方的话 你们今天的誓言 能成为你们一生的一个誓言吗 想清楚 想好之后 你们可以进入到 自己的表达时间了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刚才听了 那么多老师 说了那么多的话 但是 但是我一想到这件事情 我现在脑子里 就是乱 我现在不知道 小丹 我一直都爱着他 我觉得我做的真的是 真的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错 我这次回来 就是希望他能够原谅我 给我一个机会 也给咱们一个机会 我觉得时间应该是能证明一切的 我们以后 如果能重新在一起的话 我绝对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可以看到 小伙子眼里面已经含着泪水了 还有爱 爱其实有的时候像一个易碎品 今天敲他一点 明天敲他一点 想再粘起来就真的难了 来 两位请回吧 好了 各位正在收看的是 由杰利亚独家冠名播出的 天洁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我们还是那句话 爱情保卫战 爱要有你才完美 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你们觉得他们是应该分开呢 还是在认识错误的基础上 好好的走下去 因为毕竟还有爱嘛 来 请选择 现场有58.97%的观众朋友 是赞成他们在一起的 这个百分比其实还是挺接近的 我们在现场做简单的采访 你选的什么呀 我选的是能在一起 两个人走在一起也不容易 茫茫人海中也总算遇到了嘛 那也是发生了一段错误的事情 也都想毁过 如果你女朋友是这样 你原谅吗 我觉得我自己应该不会 做出那种背叛的事情 如果她背叛了你呢 那我觉得我做不到 我做不出那种背叛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不会受到那种抱负 所以你也是不会原谅的是吧 好 请坐 谢谢啊 你选的是什么姑娘 我选择的是坚决反对 理由 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一对情侣来说 我觉得他们的人格是不健全的 首先要学会做人 你才会学会去爱 像他俩这样子互相伤害 根本是没有意义的 您选的是什么呀 应该说我没选 选不下去 对 如果你不自爱的话 和谈什么爱情 对吧 等他们平静一段时间 自己回家面壁思过 觉得自己真真正正的 这种是错误的 以后还可以选择在一起 谢谢啊 谢谢我们的观众啊 每个人都给出了自己的一个理由 其实对于情感的这个看法和认识 每个人当然都是非常个性的 但是我们在对于生活的很多认识上面 我们说的这个人生观和价值观上 还是有一个非常主流的 我说这么多话 就想给这二位听一听 他们能够端正对于生活的态度吗 这个可能比他们今天 订不订婚 分不分手会更重要一些 一起来数五个数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来 5 4 3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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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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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